就是反伊朗的流行三导弹 因为试验就拿那个导弹的改进型 仿制的做的试验 那么前面这个背景短片里面也谈到了 伊朗也进行了流行三的试验 那么现在伊朗的流行三导弹 它的规模怎么样 有没有生产规模 行为形成规模 它其实伊朗的工业水平其实很高 就是原来在巴列维时代 它的那个钢产量 就是钢铁产量很高的几千万吨 甚至比我们中国还高 它就比那个时候中国高 当然后来因为霍维尼伊斯兰革命之后 下到一千万吨 但是这些年尤其是前面有过16年 就是哈维内伊 他们这几个 不是就是拉夫桑塔尼 哈塔米16年的 各8年的执政 搞经济搞得比较好 那么到了雷贾德这一块 他实际上被这些所谓的改革派反对的 就是说他搞不了经济 他竟搞军工 但是实际上内贾德也是希望来通过核的这个问题产生凝聚 因为伊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业的发展啊 现在整体视头上看来还可以 当然失业率比较高 但是呢 他在就是12万人的革命卫队里面专门有导弹的研制 就是研究所 生产工厂全归革命卫队管 他借助原来伊朗的这种基电加工能力 他现在的水平应该说比较高 当然按照西方的情报来源说 还有朝鲜的有一部分给他的技术 因为我们知道朝鲜的技术就更高 因为朝鲜已经打了非常就是他的大浮动的这种这种卫星也好 这些那就更高 拿的就是技术也转移过来 所以目前来讲 他批量生产流星3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这一次演习前 以色列情报部光专门透露说 伊朗把大量的胜利5 一种750公里的射程的弹转移到了叙利亚 而叙利亚又给了黎巴嫩珍珠党 这个就是说 以色列的这种演习不仅仅是防伊朗 而且还有叙利亚和黎巴嫩珍珠党 还有没有比流星3更先进的 是这样 伊朗呢 它这个被称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导弹库 最大的导弹库就是说 伊朗经过这些年 刚才小哲说了 就跟经过这些年的研制发展 尤其是除了一些外源技术 主要靠独立自主研究以外 它现在已经成了系列了 这个系列呢 主要是三大部分 一个是流星系列 流星系列嘛 流星一流星二 都是管中导弹几百公里 流星3还有改进型 能够大概达到2000公里左右 去年根据以色列的情报 这个伊朗正在搞流星4流星5 流星4流星5就是达5000公里左右 那就是中程导弹 不仅能够覆盖整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 而且能够附在南欧 欧洲地区的一些美军的军事基地了 那就更大了 那么除了这个流星系列 还有飞毛腿系列 还有征服系列 那么包括九月份是设的 什么泥石二啊 什么这些系列 所以它的数量很多 据西方 当然这个情报都不是很准确了 都是估计猜测了 至少说地地导弹 就有两到三千枚 这还不算其他的了 伊朗从最近两三年的 这个演习当中 它不断的宣誓 嗯 嗯